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TVS新闻大白话 警方为了柬埔寨这个诈骗案 实在是评传越来越多了 那么很多传人就说 为什么我们要救人都没有办法靠警方 靠政府还要靠民间机构 所以警方动作开始越来越比较积极了 他怎么做呢 他在机场举牌 就说能救一个是一个 警察到机场去举牌告诉大家说 因为柬埔寨诈骗 频频要民众不要再被骗了 来看看这段画面 我们是到哪个国家 越南 我们是到那边公司 他要回去 我们来送进 我们一回来刚才取消机了 那应该有什么需要协助 不用... 好 谢谢 我总觉得警察的询问 也问得挺尴尬的 他的工作任务被长官指派 要来举牌 一个个这样问 你要去柬埔寨 有没有问题 这样举牌真的有用吗 柯P就笑他说 警察现在只能去举牌吗 没有别人是可以做了吗 那真的是他能做多少算多少 能救一个是一个 就像这样举牌 问完之后又有可能就放弃登机 这个几率恐怕也不高 但是我们看看 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不停的动作 是因为一个勤募 觉得警方要做什么 不可以输人不输政 因为连词剂又是民间出手 跟我们的疫苗一样 救回了两个台湾人在当地 那包括之前白狼 也是说 是有地方的想办法 警方把他面上无光 总算其他民间的力量 才能够救回人吗 那救援受害者连网红 都附检土在说 救了40个台湾人这么厉害 那当然警方要做一点事情 至少镜头 刚刚那个是他的宣传片 表示他们在做事情 但是还有所谓警方的女婿 揭发当地的现况是说 当地普遍新台币 6000到9000元 怎么可能网络上开出来 台币7万5000元的职缺 大家就会一窝蜂的去 那么他笑说 这个叫做无知 不叫善良 被朋友骗去叫天真 被骗去的人真的以为 自己是万中无一的幸运儿 因为这个比例 跟实际的行情市场状况 实在是太离谱了 但为什么会被骗呢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关键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如果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台湾如果大家都赚很多钱 薪水很好 过得很好 谁想冒险远走他乡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 或者年轻人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的话 怎么会想去柬埔寨掏金 所以过去什么岳飞应急人士来台 为工作 为生活 把小孩放着 然后寄钱回去这种生活 想不到台湾现在也面对了这样的局面 是不是也是我们自己的不争气 所以被说这是南向政策 谁宣布 蔡英文总统 2019年她说 我们不要老是要靠中国大陆 我们要南向新南向政策 2019年她宣布的时候 她告诉大家 新南向政策 不会是空炮弹 赢在 这个赢 是要赢的 赢在新南向的高峰论坛 结果2016还成立了新南向政策 办公室直属总统府指派主任黄志芳 现在看到的是这样的新南向吗 我们很多企业都说 去新南向出了多少的问题 真的有赚到钱吗 这个东西这个政策 也就不了了之 反而现在取而代之 是柬埔寨的诈骗案的新南向 那么大家看 其实大家年轻人赚钱这么辛苦 要冒着生命危险 身家危险 被骗去柬埔寨 可是有些人只要是预设权贵 好容易赚 最新的一则报导是说 管碧林的女婿 她去驻泰国 她不用外交特考的 去到泰国去当一个 聘任的驻泰的秘书 是代表的同证员的基要秘书 第一时间报导是说15万 然后就立刻 这个同证员跳出来痛批 说这假新闻骗人 她没有那么高 没有啦没有那么高15万 有13万多 13万多 对我们台湾民众也是蛮高的 你看看柬埔寨也才10万7万 她就去了 那她13万还不用太多的考试 那其中民党立委管碧林 还说自己真的冤枉 然后这个外交部任用 基要秘书都有 两党之间都有很冤枉吗 但只有你的女婿 可以去坐这个位置 而且轻松快乐 领高薪 那么柬埔在事件下 新南向政策 联合新网的分析说 社论说 可以看出来 整个台湾跟当地连结的脆弱之外 这只是冰山一角 而台湾跟新南向国家的经贸往来 已经成长减缓 柬埔寨甚至有弱化的现象 那以这样来看台湾最好的生意是什么 其实是选举 只要颜色正确 大家赚薪水容易太多了 年轻人 打拼努力不如颜色正确吗 这个是我当然不这么认为 但是事实 很多的例子告诉大家似乎是这样 你看看民党的副民主长林非凡 现在是零九万 驻美政治组组长 因为声音很迷人 帮他主持了这个晚会 结果年薪现在是288万 到美国去驻美国 当然现在回来选举了 现在还有谢长廷的子弟兵 之前驻日之役的刘家凯 年薪也是180万 陈柏维 因为他被罢免了 现在去当节目主持人 可是他也是一度被提拔 就可以飞黄腾达吗 当然被罢免是因为人民不接受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还有吴乃仁的女儿吴依青 他担任台本的董作 年薪多少 600万 我们有多少人可以想象 我们这辈子可以年薪600万 可能朱大可以 年薪600万 洪石庸败选回国 担任立法院长的游锡坤顾问 多少 月薪也是12万 你看连金服在这个诈骗都比不上 12万 所以看上比起来的话 还有例子真的举不完 其实有一些媒体的独家报导说 这是林传媒的独家报导说 包括了陈台诚 他是陈局的侄子 多厉害 他也是内局不必轻 跳过董事长的缔约 他的帮助陈局的子弟兵 按月收顾问费到这个企业里头 企业给他一个月 顾问费多少钱 30万 30万给他一个月 而且不止他自己赚 连他的岳父也安排进去 坐领甘薪 给他6万块 真的也不用干嘛 就有6万块 所以媒体报导自己的消息的时候 总统府秘书长办公室前主任 邮尚如说 你们要查证清楚 否则又查法律责任 而且后来反而又改口说 印象中是2020年 网继优势请他当顾问的 合约内容是撰写相关的 咨询报告 他后来也证实 的确有这样按月收顾问费的 这个事情 那么金属中心的董事长 李仁义他也说 几年前的事情 好像是2017年左右 现在已经没有 只有拼他一年 可是一年如果一个月30万 还有6万岳父都一起领 也是很高 很好赚 跟我们大家冒着生命危险 年轻人到柬埔寨去 他们容易很多 主打 没有 我今天看到 那个警察举牌那画面 其实坦白说 看了有点心酸 因为他也知道没用 我也知道没用 长官也知道没用 但是就是得要做 因为这是唯一一个 有机会拦住的机会 你去了柬埔寨 基本上比台湾目前的状况 都救不回来 刚刚最新的消息 不是国民党有一组人 然后去柬埔寨交流吗 对 结果他们直接讲 外交部能够帮忙这个人力 救援人力 只有一个人 30岁左右 女性 在当地只有一个人 因为没有人 还没完 其实当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他脸上受伤之后 一直好不了 因为你休息不够 压力太大 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你看 我们非柬埔寨 直非柬埔寨的班机 从三班增加到现在 每周八班 你觉得这是怎么样 大家忽然间很爱去柬埔寨玩 那一定是有相关的原因 才会需求忽然增加 如果照这个讲 我觉得坦白讲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简单的解决 说举个牌 告诉大家不要去 因为太多自愿的人 你跟他讲了 他还跟你说 没有 一定是你们骗人 你们嫉妒我 想要赚这个钱 你们赚不了 所以不让我去 如果今天系统性问题是这样 你再多做任何事情 能帮得非常有限 除非你让台湾 就是变成安居乐业 一个过得很好的地方 但我坦白讲 我也不赞成柯文哲 笑这些举牌的警察 因为他们真的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做 你只要过去了 基本上就回不来 而且你现场问这些人 他也不会跟你说实话 为什么赚得多 我刚刚讲补充一个 有那种倒数第二层的 在台湾接应的 那个白牌车司机 就是他把你送到机场 在那之前帮你办护照 帮你伪照小黄卡 给你零用金 帮你安排住宿的地方 然后再把你送上飞机 从你被骗到的地方 接到台北 然后再送到机场 两个人 两个月 赚了200万 你想想看 这种邪门的钱 如果真多到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诱人 那你被骗当租宰 或是被骗人去当租宰 这两个东西 其实都是邪门 那我觉得有一点 很遗憾的就是 台湾年轻人 是不是真的机会太少了 以至于很容易被这样子 诱骗到柬埔寨 或是任何 现在地方已经开始移转了 可能包含了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所以大家还是小心一点 其实真的让人看得蛮伤心的 我们的年轻人的毕业就业机会 很多人类银行的统计 都是这几年的确是很辛苦 除了低薪之外 甚至机会也少很多市场的景气 各方面的问题 居然还会发生这个现象 而你看看比较大家辛苦苦 去赚辛苦钱的时候 其他人只要有利害关系 有关系就没关系 人家还是一样赚得很薄薄的 丁哥 其实当你看到警察输这一招来的时候 就是要完了 因为他没有别招了 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 所以就表示他已经束手无策 他就出到这一招 既然他已经束手无策 其实就表示 这些人如果在柬埔寨 或是在其他缅甸遇到什么事情 大概我们的警方都帮不了他 那要靠谁帮忙 这几天当然有一些媒体去讲说 可能靠一些黑道兄弟 或什么东西 当然警方也马上出来 驳斥说 你们这些黑道一手抓人 一手放人 根本就要赎金干嘛 我觉得警方讲那些 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警察 至少该做一件事 你都说某某政党 其实就从中 你们就是自己在做 还做贼喊做贼 或是某某帮派都这样做了 我想请教 你都知道这么详细 你还不去抓人 应该去把那个政党抓起来 去把那个帮派抓起来 结果你警方只敢用影射的方式 你是警察 就说你用影射的方式 那不是很好笑吗 那请问一下 就表示你警方在告诉我 你明知道这些人在作恶 可是你拿他没车 那请问一下民众到底要靠谁保障 那柯文哲讲说 说只要国家安居乐业什么 大家都不会想要出去外面拼 抱歉 这句话我不能完全同意 为什么 我跟你讲 杀头生意有人做 赔本生意没人做 赚快钱很多人都想 就算有钱人都会想赚快钱 所以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贪心的人 我也跟大家坦白讲 其实去了绝大多数人 你以为他不知道他去就是做诈骗吗 他知道 真的吗 他本来就知道 他就是去做诈骗 一大堆都是这样 我自己跑社会新闻这么多年 我可以很负责的跟大家讲 但是问题是 这些人可能不知道 他自己才是被诈骗的对象 他以为他是去骗人 没想到被人家骗 就是这样而已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我觉得政府应该告诉我们 当这个情况这么严重的时候 政府准备拿出什么办法来 如果你边朝莫及的时候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管道 比如说 中国大陆在那边是有使管 中国大陆在那边 他是有办法使上一部分的力量 我们可不可以 想办法借由两岸之间的关系缓和 拜托他们来帮忙呢 当然我们的政府 现在大概是此路不通 他绝对不会去做这件事 打死都不愿意 是 所以在东南亚这些人 就只有自求多福了 那蔡英文每天在那边胡说八道 什么新南相 蔡英文新南相最大的 最大的作用就是加速他的扫子化 把台湾人送去死 这样死得越多越好 他讲的新南相的所有东西 几乎全部供估 什么农产品要卖到东南亚去 什么东西 什么其他的产品要卖到东南亚去 全部看起来都效果不彰 所以真的不要再骗人 那我也奉劝这些想要赚快钱 想要诈骗 从事诈骗集团不要飘洋过海 你在台湾就可以 加入民进党不就从事诈骗的工作了吗 对不对 民进党比较有保障 对不对 起薪九万 何必要飘洋过海冒生命危险呢 趁这个机会赶快加入民进党 应该诈骗集团集体加入民进党 让民进党赢得年底的选战 回头是岸 是这样子 加入诈骗集团非常幽默 可是刚刚警方来做了最新的声明 他说虽然他在机场举牌看起来 好像不是一个聪明的方法 但是是有效的方法 因为他已经成功阻止了27个人上飞机 是目前刚刚警方公布的回应 有事怎么看整个事件 你现在在雪域北城吗 27个是4千分之27 跟我讲很有效 这不是跟200亿没两样吗 我只是在念一遍 你在警政署你在讲什么东西 我搞不懂你的数学逻辑是什么 你派一个警察 他一天可以做多少预防工作 提高见景率 结果他只在那边一个小时 只救了一个 八个 两个 搞不好还零个 我不晓得你的投资报酬率在哪里 我们这些都社会记者出身的 你告诉我这招很有用 别闹 我跟你讲 真正的诈骗 治方在预防 不是在你像你现在做的 你现在是连治都还没办法治 这些人有没有先救回来 救回来之后再从他们身上 去找到破口 然后再去把这些整个诈骗集团 瓦解找到人口贩子 然后大家形成一个共事之后 再去做一访 陈俊你还记得我们那个时代 诈骗够多了吧 千千百百种什么 在诈骗我是谁 你还记得那时候 你在别组 我们在测试组 我们花了多少的心力 每天一直做一直做新闻 做了几年之后才有今天这个成果 没想到20年后 现在诈骗又起来了 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你后面这一挂孰令自知 我觉得新南向政策 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 就像林志堅的新竹棒球场 一样 你现在全部都被人家戳破了 你到底新南向到柬埔寨 我们没有办法有钱 有能力去把这些人救出来 我讲真的 这些人绝对没有办法利用外交关系 真的外交关系是大陆才有办法救 现在大陆还集结整个东南亚的军队 要到这些KK园区去救人 请问一下我们的台军在哪里 你不要告诉我又要什么操演 又要什么 什么台霞中线要顾住 拜托你现在连到柬埔寨 去跟他要个人都要不到 我觉得整个台湾 整个就像诈骗集团 然后产生的这些小诈骗集团 然后逼着这些年轻人 去当把诈骗集团 大诈骗集团 扶植小诈骗集团 然后让小诈骗集团 吸收新的诈骗成员 台湾现在才开始 真正叫诈骗之导 是因为民进党开始 冰哥的话我百分之百赞成 一整排爱情刷起来 新南向政策的结果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打水漂 反而在柬埔寨这件事情 才真的看到了所谓的 新南向政策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